嗨,大家好,我是撩影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硬核的科幻电影《死亡幻觉》 这部片子我看了很多遍 电影剧情不是很容易看懂 导演想表达的意思也非常丰富 总体来说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电影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柔和的晨光抚慰着大地 清爽的风自山谷出来 将躺在路上的高中生东尼叫醒 东尼缓缓站起身 望着清脆的森林 拼着欢快的鸟鸣 开心的笑了 东尼并不是专门看日出的 她患有严重的梦游症 平日里需要服用药物来抑制病症 但东尼认为自己并没有精神类的疾病 所以拒绝吃药 这才梦游到了山野 当天晚饭期间 东尼的姐姐抱怨 东尼没有按时吃药 这让东尼很不高兴 她在饭桌上辱骂姐姐 甚至将母亲赶出了她的卧室 并在背后辱骂母亲 时间到了1988年10月2号晚上 东尼在朦胧之中 听到有人呼唤她 于是她机械的起床 缓缓走下楼梯 来到屋子外 屋子外站着一个戴着兔子头套的人 她自称弗兰克 弗兰克告诉东尼 世界将会在28天6小时 42分12秒后毁灭 弗兰克话音刚落 东尼的房子突然就剧烈的晃动起来 仿佛灾恶降临 第二天清晨 东尼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醒来 她的手中抓着一支笔 胳膊上赫然写着弗兰克告诉她的日期 东尼慌冷 她赶紧回到家 结果发现 有很多人围在自己家门口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一般 原来是一架飞机的引擎 在高空脱落 正好砸在了东尼的卧室上 如果不是晚上梦游离开了家 那么东尼将会被砸死 一日 东尼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 在英文课上 英文老师正在讲述一则 坏孩子水淹别人房屋的故事 老师问学生们 对这篇课文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其他学生说 坏孩子可能是想抢劫 但东尼却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 毁灭即是重建 这时 一位新来的女转校生 格雷琴走进了教室 英文老师让她随便坐 因为格雷琴长得很漂亮 所以班上的男生 都希望格雷琴坐在自己旁边 但格雷琴却选择坐在了东尼的旁边 这让东尼欣喜不已 放学之后 东尼的父亲开车接他回家 在路上遇到了老人斯洛宾 他正在缓慢的冲过马路 想去看自己的邮箱里有没有信件 东尼的父亲急忙刹车 并且恶语相向 但东尼却温和的上前提醒斯洛宾 邮箱里没有信件 并且安慰斯洛宾到 可能明天会有信件 斯洛宾文言缓缓转向东尼 悄悄说了一句 所有的生物都会孤独的死去 斯洛宾说完这句话之后 扬朝而去 而东尼则若有所思的 看着渐行渐远的斯洛宾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 东尼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城市被水淹没 而后东尼从梦中惊醒 他赫然发现 富兰克就站在他们面前 东尼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 他扛起斧子冲到学校 破坏了学校的供水管道 致使学校被水淹没 校长不得不暂时停课 第二天 东尼得知学校停课之后 便准备回家 结果在路上 遇到了被流氓骚扰的格雷琴 东尼挺善而出赶走了流氓 而后送格雷琴回家 在路上 东尼试图通过交谈 促进两人的关系 可他交谈的方式 实在是太直男 格雷琴根本不为所动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格雷琴居然同意与东尼交往 甚至在临走时 向东尼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弗兰克频繁地 出现在东尼的生活中 当东尼问他是从哪里来时 弗兰克说了两个字 穿越 弗兰克说 东尼是救世主 他能阻止世界毁灭 拯救整个人类 东尼将弗兰克的话 告诉了其他人 但当其他人了解到 弗兰克是一只兔子的时候 却轰然大笑 东尼的学校 有一位叫做基地的老师 喜欢给学生灌鸡汤 并且将人的感情 简单地归纳为 爱与恐惧两个极端 某一次 基地正在给学生们灌鸡汤 忍无可忍的东尼 直接走上台 狂怼基地 在两人的争执期间 东尼甚至出言侮辱基地 结果东尼的父母 被请到了学校 1988年10月10号 距离弗兰克书的 世界毁灭日 还有20天 因为受到弗兰克的影响 东尼找到了物理老师 请教关于穿越的一些事情 物理老师给东尼 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后 悄悄塞给了他一本 叫做《时间旅行奥义》的书籍 而这本书的作者 竟是斯洛宾 斯洛宾本来就是在东尼 所在的高中当老师 但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性情大变 而后从学校离职 《时间旅行奥义》的前六章 主要讲述了原生宇宙 与离线宇宙的关系 所谓离线宇宙 是因为时空错乱 从原生宇宙衍生出来的 另外一个完整的宇宙 但离线宇宙并不稳定 它会在几周内崩溃 坍缩成一个黑洞 并吞噬原生宇宙 最终毁灭一切 如果要阻止原生宇宙被吞噬 就必须由活体接受者 将生物送回原生宇宙 所谓活体接受者 是被选中的人 也是唯一有资格将生物 从离线宇宙送回原生宇宙的人 所谓圣物 是离线宇宙诞生的 过程中的衍生品 它通常是某种铁器 比如飞机的引擎 东尼在得到这本书之后 开始拥有了某种超能力 他居然可以看到 所有人未来的运动轨迹 包括他自己未来的运动轨迹 东尼追踪自己的运动轨迹 来到了父母的房间 在衣柜里 找到了父亲藏的手枪 于是便将手枪戴在身上 之后的日子里 东尼与富兰克互动的更频繁了 两个人经常隔着镜子对望 东尼无数次想接触富兰克 但却总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阻挡 仿佛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层时空壁垒 接着东尼读到了 时空旅行奥义的第七章 这一章讲述了活控体 所谓活控体 就是在离线宇宙中 帮助活体接受者 将圣物送回宇宙的人 这天 一位心灵鸡汤大师吉姆 来到了东尼所在的学校进行演讲 同时推销自己的书籍 但学生们对喝鸡汤完全提不起兴趣 只不过碍于学校的情面没有发作 这时东尼站了出来 他用粗暴的话怼得积木哑口无言 校长见大事不妙 急忙将东尼赶走 东尼被赶走后 向格雷琴诉苦 两人在交谈的时候 提到了时空旅行奥义这本书 东尼觉得自己最近的遭遇 都与这本书有关 于是便用找斯洛宾问个明白 可从不离家的斯洛宾 此时却不在家 东尼处此敲门无果之后 决定离开 临走之前 好奇地打开了斯洛宾的邮箱 可里面空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这时 斯洛宾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意味深长地望着东尼 东尼的耳边 当即响起一个声音 给斯洛宾寄信 随后 东尼在和格雷琴约会 看电影的时候 遇到了弗兰克 东尼说服弗兰克 摘下了兔子头套 谁料 头套之下 竟是一个右眼血肉模糊的男人 弗兰克指引东尼 潜入基姆家中纵火 消防队员在基姆家救火的时候 偶然在地下室 发现了一堆 关于小孩子的不良书籍 警方随即怀疑 基姆有恋童倾向 并将其逮捕 鸡汤老师基地 原本来要带学生 去外地参加一个舞蹈比赛 但他是基姆的铁杆粉丝 他不愿看到基姆被捕入狱 于是决定留下来 为基姆做抗争 将带学生参加舞蹈比赛的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好友 也就是东尼的母亲 东尼的母亲接受了基地的请求 他带着学生们前往机场 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比赛地点 时间到了1988年的10月29号 据利弗兰克所说的世界毁灭日 只剩一天了 东尼看完时空旅行奥义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讲述的是诱导陷阱 此空体会在离线宇宙 坍缩前一刻设置一个陷阱 引用活体控制者进入陷阱 一旦活体控制者进入陷阱 那么他只能将圣物送往原生宇宙 结束着荒唐的一切 所谓死空体 是比活体接受者更加强大的存在 他会一直引导活体接受者 将圣物送回原生宇宙 这天东尼的姐姐突然告诉东尼 自己考上了哈佛大学 恰巧后天就是万圣节 所以姐姐想在10月30号晚上 也就是万圣节的前夜 举行一个小型的化妆晚会 庆祝自己升学 当天晚上 格雷琴因为母亲突然离开 而伤心欲绝 他迫切的想要人安慰 于是前来找寻东尼 两人随即在东尼的卧室里发生了关系 在云语之欢结束后 东尼又受到了某种召唤 指示他前往斯洛宾家 于是东尼带着格雷琴 匆忙的赶往斯洛宾的家中 但斯洛宾并并不在家 突然 一伙歹徒从黑暗中窜了出来 劫持了格雷琴和东尼 将他们拽到了斯洛宾家门口的马路上 这时 一辆跑车急速驶来 斯洛宾不知何时 突然出现在了路中间 手中拿着东尼写给他的信 跑车为了躲避斯洛宾 向右边转去 结果撞死了格雷琴 跑车的驾驶员被吓坏了 他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当东尼看到驾驶员的时候 他惊呆了 驾驶员也叫弗兰克 穿着和弗兰克一模一样的衣服 手里拿着和弗兰克一模一样的兔子头套 同时女友的东尼愤怒不已 他举起从父亲藏起来的手枪 向驾驶员开火 直接击中了他的右眼 这下子驾驶员和弗兰克 真的一模一样了 目睹这一切的斯洛宾 走到东尼身边说道 暴风雨就要来了 东尼抱着格雷琴回到家 而后开着父亲的车 将他带到了山野 此时天边乌云密布 东尼母亲乘坐的飞机 在云团中穿梭的时候 不幸被雷电击中 一只引擎从机身脱落 坠向地面 目睹引擎坠落的东尼 知道他该走了 东尼温柔的向格雷琴道了别 紧接着东尼通过一段时空隧道 回到了10月2号晚上 躺在床上的他翻了一个身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突然房屋开始剧烈摇晃 一只飞机引擎坠落下来 正中东尼的房间 东尼当即遇命 巨大的声响 让周围所有的人都从睡眠中惊醒 他们心有余悸地回想着 刚才做的梦 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殊不知 他们已经在离线宇宙中度过了未来 第二天 格雷琴从东尼家路过 当他停下来查看东尼家惨状的时候 与东尼的母亲四目相对 两人都表示不认识对方 却下意识地举手打招呼 仿佛曾经见过一般 确实他们见过 只不过是在另外的一个时空而已 鉴于故事比较混乱 我们重新为大家梳理一下这部电影 1988年的10月2号晚上 时空突然错乱 离线宇宙诞生 飞机引擎作为圣物 伴随离线宇宙出现 东尼也随之进入了离线宇宙 在离线宇宙中 英文老师 物理老师格雷琴 斯洛宾都是活空体 他们一起帮助东尼将生物送回原生宇宙 而富兰克则是死空体 他更为强大 一直在引导东尼将生物放回原处 并且最终设下一个局 以格雷琴与东尼母亲的性命作为筹码 要挟东尼必须将生物送回原生宇宙 无奈之下 东尼只能选择将生物送回 至于东尼为什么选择赴死 那是因为 如果他不死 在离线宇宙发生过的事情 就会在原生宇宙重演 也就是说 格雷琴与东尼的母亲将会死 东尼不允许这样事发生 所以选择赴死 《死亡幻觉》是由理查德·凯里指导 上映于2001年 是一部相当硬核的科幻惊悚片 整部影片从一个精神类疾病患者的视角展开 带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比如东尼提出的 毁灭即是重建的思想 以及他对待鸡汤的态度 他本无意被天选中 奈何天就要让他负重前行 虽然东尼与姐姐顶嘴 虽然他对待母亲脾气火爆 虽然他对待格雷琴很直男 但他的心中却依旧存在着爱 他为了救他人 甘愿赴死 这就足以让人震撼 而他在死前露出的笑容 或许是因为 他想到了母亲 姐姐 格雷琴 他们都将幸福地生活在未来 而自己这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也会消失 不再惹他们生气 不再影响他们的生活 所以东尼的死 算是一种另类的温柔吧 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